很多呢 這買房子好不容易 才存到頭期款 是終於可以買房子了 但是千算萬算 卻掃算了這一筆 就是裝潢 這也是巨大負擔 接近年底除舊不新 一直是裝潢的旺季 但今年你的荷包會很有感 因為房子變美的代價 是漲價好幾萬 師傅加速趕工 把板材進行組裝 沈先生這間十五坪的小宅 準備趕在年底前 變身簡約日式風 但由於木工 泥座 水電 衛浴師傅 全都大缺工 原本工期兩個半月 delay到三個月 就是現在都蠻缺人的 然後工錢也比較貴這樣子 變成家薪都還找不到人 有可能 高個三五百應該都有可能 這樣一天算的話 實在找不到工 資歷僅僅兩個月的學徒 就得獨自上陣 但對屋主而言 更崩潰的是年底 等得更久還花得更貴 由於木地板系統櫃都在漲價 這間兩房一停的裝潢 料錢就多花了十萬元 整體花費更高達一百二十萬元 更有調查平台發現還有師傅會趁年底一口氣漲價兩成 雖然現在買房族可以申請期限二十年利率百分之二點零六的裝潢貸款 但人不免讓人不免讓人感嘆 買房已經夠難 裝潢怎麼也這麼難 記者許家車留置在新北採訪報導 小福治大富4 6.770 肚子 重倉 90 七 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